12月10日 國際人權日之際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和民主進程的多個團體 在美國舊金山灣區舉行為中國良心犯郵寄新年賀卡的活動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維權人士的現狀 主辦方介紹 灣區民眾向中國的良心犯郵寄新年賀卡的活動 已經持續近30年 今年的郵寄名單上有800多人 因為政治或者宗教或者捍衛基本人權的這些人士 在獄中 我們給他們和他們的家人送去一些溫暖 格勋表示 通過郵寄賀卡對於改善良心犯 在獄中的處境具有實質作用 對他們的確的精神的鼓勵特別大 直到他們不孤單 人道中國主席周峰所表示 今年 中共對普通民眾的迫害變本加厲 在新疆 將十分之一的維吾爾族人關進集中營 甚至連香港也出現政治犯 在國內 維權和宗教信仰人士被大規模抓捕和非正常死亡 身在海外 也能感受到中共的威脅無所不在 西方國家開始意識到 不光是中國人是這個中共暴政的受害者 他們自己和中共做生意這種苟且偷安的這樣的東西 也導致中共不斷的擴張 所以開始西方開始對中共那些反制 當天的簽名活動也邀請到矽谷中國民主促進會 北加州香港會和美國維吾爾人協會等組織參加 大家理念上都認為說中國應該朝民主自由的方向去走 中國大陸願意站出來犧牲的這些人 我們能夠幫一個算一個 活動參與者表示 當前中國社會正處於政治黑暗時期 呼籲海內外良知人士共同堅守推翻中共暴政 新唐記者曹景哲 灣區盛馬雕採訪報導